有句老话叫最独莫过夫人心 说这话从哪来的呢 这是风声演义里边江子牙说的 当年江子牙得罪了咒王 要不是批死了玉石皮不精 所以咒王要害他 江子牙就要自己的老婆马氏跟自己跑 说你跟我跑吧 马氏死活不同意 我才不跟你跑你死不死 所以江子牙一来戏啊 说了这么句话 说叫这个青竹蛇而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是渴 罪毒夫人心 他说的什么意思 说这个蛇呀 青竹是种毒蛇 毒蛇那个毒牙那嘴 毒吧 黄蜂尾上针 遮人的黄蜂尾上那针 有毒吧 这两样都一般 最毒的是女人这心 所以最毒妇人心这话 是江子牙说的 但是江子牙呀 咱得说他说的过 为啥呢 他老婆马氏 跟他本来就半路出家 都六十多才嫁给他 你这人在这个 昭阁这地方都住惯了 你这惹了事了 你跑 人家不跟你去 很正常啊 手家在地的人 把老骨头得交对到这儿 跟你跑 那不成浪迹天涯了 所以马氏 就是为了追求 自己的幸福生活 江子牙站在自个立场上 说罪毒妇人心 这有点说过了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伙 说这几个女人 那可是真真实实的 罪毒妇妇人心 头一辈 咱说这位狠毒女人 到什么程度呢 他儿子都被他这个狠毒啊 给弄得精神崩溃了 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女人谁呢 汉高祖刘邦的夫人 吕芝 这吕芝啊 最后把这个汉高祖刘邦 给熬死了 当时呢 他的儿子太子汉慧帝 这汉慧帝呢 是他亲生的孩子 可是呢 和这吕芝啊 不一样 和他母亲不一样 我们历史都知道 这吕芝啊 亲魂手辣 你干过不少事 包括跟萧和和谋 在魏阳宫诛杀韩信 所以历史上 说韩信有句话吗 叫生死一知己 群王两父人 怎么意思 当初他是怎么跟着刘邦的呢 被排挤走了 萧和月下追韩信 没有萧和 哪有韩信的辉煌 可是死的时候 也是韩信和吕后和谋 害死的 这叫生死一知己 指萧娥 存亡两父人 这个韩信呢 当初生存下来 都不 是网站的 是网站的 那是网站的 人是来自负责的 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 是网站的 那是网站的 网站的 网站的 是网站的 人是网站的 网站的 网站 网站 他这个16岁汉惠帝登基 一天一天接触朝政了 他发现他母亲这一套他看不惯 受不了 你看他长得十七八了 也青春期了 也该叛逆了 跟他母亲关系就不好了 两个人毛遂 一点一点就开始爆发了 有这么一天 突然汉惠帝跟吕后就说了 说我怎么有日子没见到弃夫人呢 我要看看他 这弃夫人谁呢 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一个妃子 当时叫弃姬 后来叫弃夫人 这个弃夫人呢 人不错 对这个少年时期 小孩时候这汉惠帝也很疼爱 你小孩都喜欢漂亮的阿姨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汉惠帝小时候啊 跟这弃夫人关系很不错 可是这弃夫人 刘邦是宠爱他的 那吕后就来信 所以吕后跟弃夫人 一直关系不好 本来呢 刘邦死了 吕后占据绝对权威了 这弃夫人呢 也等于就一点点的受冷落了 几乎就等于给打入冷宫了 可是这时候汉惠帝想 我怎么最近老长时间没见到弃夫人呢 我要去看看他 吕后一听一哆嗦 你干嘛呀 你看他干嘛呀 他回地说了 母后啊 这个弃夫人呢 生前 在父皇生前 极得宠爱 现在被打入冷宫了 我这增机 成皇上呢 我得显示我的恩德呀 他作为这个 先皇的人 而对我也有养育之恩 我得看看他去 吕后一听 你是不是让那些老古彤给浇糊涂了 怎么有妇人之人呢 他一个打入冷宫 你看他干嘛 就不让他去 越不让他去 这汉惠帝越要去 因为他这时候挺叛逆 本来对自己母亲看不光 非去不可 吕后没办法 你去可是去啊 你到时候可别说 把你吓着 那你去吧 他怎么吕后有这么句话呀 各位你都想不到吕后多残忍 就在汉惠帝 想要去看欺负人之前不久 吕后把欺负人呢 给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怎么弄得呢 管这个叫人质 什么叫人质呢 把这个欺负人弄了呀 俩胳膊俩腿剁掉 四肢剁掉 眼睛挖出来 舌头搁下去 耳朵里灌上铜 喉咙里灌上哑药 让他发不出声 这种情况下 这人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能活两天 这不不不 胳膊腿都堕下来了 把他塞到个毯子里头 叫人质 我在这说 您听着都害怕 你想想 汉惠帝见到这个 欺负人做成的人质 这什么呀 这罐子就扔到厕所里 你进去看吧 汉惠帝纳门 怎么让我进厕所里 一进里头 看着罐子 再看着里头 欺负人这彩像 哎呦我的妈呀 把汉惠帝吓了 魂飞魄散 这一受惊吓 汉惠帝落下病根了 晚上经常做噩梦 那是一想着这么惨 这比恐怖片恐怖多了 睡梦当中经常被噩梦惊醒 魂飞波散 又哭又喊的 这下落下病根了 精神崩溃了 16岁汉惠帝登吉 23岁英年早逝 跟师父这场刺激有直接关系 他想不到自己母后 竟然如此之残忍 大大超乎了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最终精神崩溃 导致查布斯犯不响 最后身体极度虚弱 23岁英年早逝 继位才刚刚七年 还没能斩个手脚的 就被自己亲妈的举动 活活给吓死了 你就说这吕后狠到什么程度 连自个儿子 看他妈这些都受不了 这是 所以这吕后 可以称得上 非常狠毒的一个女人 那么咱们再往下说 另外一个狠毒女人 这吕后是西汉时候的 咱再说一离咱进哪的 大清时候 谁呢 慈禧太后 要说慈禧怎么狠呢 你看他那个图像 挺刺猬善目的 旁边都说 老佛爷老佛爷怎么着 你别看管他叫老佛爷 慈禧也是个心狠手辣的 在宫廷斗争那么些年 屹立不倒 这个人要没点手段 没点恶毒心肠 很难立足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的后宫 资源有限 围着皇上 而且宫廷争斗 除非不斗而已 一斗必然下死手 所以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 最终能够爬上来的人 那可以说 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慈禧太后就是这么个种 所以有后人猜测 说慈禧死的是七十多岁 他死之后 不到二十个小时 王旭没了 有人说这都奇怪了 怎么这么巧合 这两人俩一块死的 张月 而且慈禧死七十多老太太了 光绪才三十八 过去 大废 军 我们在线里面 里面 conv之后 因为 最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说的是不错呀 可是变法不是小事 光有个慷慨激昂 那是没有用的 乌序六君子一开始跟光绪联合 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改革的成功 但是没想到被慈禧太后各种各样的手段给镇压下 所以他们是两拨人呢 不是一回事 在政治上呢 光绪也看到了 一方面是像慈禧太后这么压着 他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他不想再过这种垂帘听证的日子 第二个呢 光绪也睁眼看世界 你看日本 明治天皇完成明治威信之后 日本逐渐强大起来 摆脱欧洲列强对他的欺负 好事啊 所以他也想学日本 搞这戊户战法 所以这个涉及到激烈的利益冲突 最后慈禧把光绪转进去了 有的人就根据这个说呢 慈禧年事已高 一想我要死了 光绪掌权 非得接着变法不可 一想那样大清江山就不保了 祖宗积业就不保了 大清就变天了 我对不起老祖宗 大清呢 是有病 下一剑猛药或许有个转机 不过 治大国如蓬小仙 一定要小心翼翼 翻云覆雨可是不得了啊 不然是要出大事的 所以有人说慈禧 在自己死的时候 也得把光绪带死 抓个垫被子 也是光绪 这个官方给的解释 说光绪怎么死的呢 哎呀 这个身体弱呀 各种慢性病 到38岁呢 还有些先天性疾病 就那么体力衰竭死了 可是宣统的溥仪 他有回忆录 叫我的前半生 我前半生里写的很明确 说这光绪啊 死前一天还刀呢 啊 这慈禧呀 没了 我什么时候能掌权呢 我怎么怎么地 还说呢 朕曾经对袁世凯说过 他的心思 这都明白 岂止是他的心思 你们的心思 这也都明白 还有其八个心思 也都骗不了朕 骗不了朕 朕知道 你们都盼着朕早死 可是朕 慌生 结果第二天有人送了一副药 吃完这副药 没多长时间 光绪登登腿死了 有人就怀疑 这是慈禧把他堵死了 当年这是猜测 现代科学还给了根据 现在有几位科学家研究了这个光绪 他不是有这个坟吗 找着光绪的骇骨呢 研究他头发 发现根据光绪的头发判断呢 他这里有些重金属 有P霜 基本判断光绪是P霜中毒 那P霜中毒 谁能有那种方便挑衅那么大肆 给皇上下毒 恐怕你老婆呀 摆脱不了干净 有的人说 毕竟怎么说呢 黄毒血脉 能下毒就给毒死吗 其实这不是黄毒血脉的斗争 我看了